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步 创建Standby Redo Locks 我们先查看一下 很荡 然后再进行一步步的实战操作 OK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先查看一下 Standby Redo Lock是不是已经加了 我们多几条命令 然后也书记这些 的使用 可以看出 Standby Locks没有加的 Standby Redo Locks没有加的 我们先添加 这组为式 现成为1 Add Standby Locks 然后回车 大小是50兆 大小是50兆 现在第二个组 Standby Locks 在单机环境下的话 Standby Locks 是原来的组 数再加1 原来是3组 我们现在 Standby Redo Locks 需要3加1 要4组 我们查看一下 Standby Locks 有没有添加 已经添加了 4567 4567 4567 好 我们现在第四步 已经完成 有一天 离开